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生活在现代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这几年也是挺不容易 这个疫情 经历了三年疫情 还有现在的国际冲突也很厉害 很多人也在担心 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真的就玩完了 还有各种生态环境的问题 也有不少这些 现在人的心理问题 各种焦虑 抑郁 主要也是因为我们过去 整个社会的发展 其实应该说是 西方的这种物质文明 在主导的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整个世界呢 都是在追求发展经济 那从我们中国社会来说 也是经历的 从一个贫穷到慢慢的富起来的 我们过去觉得 这个 这个比较科技不断的发展 这个物质不断的发达 我们一定就能够过上 这个幸福的日子 是不是我们过去都是这么认为的 啊 这个 所以全世界都在这么发展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发展思路啊 其实呢 这个慢慢的我们看到了 这个发展思路带来的问题 就是 就是我们人类在无尽呢 追求这个物质 物质的 这个发展 那由此呢 带来的 各种 环境问题 这个社会问题 包括人的 这个 心理问题 尤其最近 这个人工智能的出现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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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厉害的程度 也有超出我们的想象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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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工智能的出现 会面临着 全世界都会有各种担心 啊 担心呢 会对人类高层威胁 会期待人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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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工智能的能力太强了 期待人类的很多工作 这肯定是在所难免 啊 这就意味着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 很多人的工作的问题 啊 对中国人来说 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工作啊 他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生存 同时他也面临着 这个 这个 每天 怎么打花时间啊 怎么敲耗精力啊 怎么安顿身心啊 对很多人来说 工作也是实现价值 证明自己 你等一下证明了半天 人家这个 这个 这个机器人 一秒钟就学会了 是不是啊 还有精神依赖 有不少人工作也是还有精神依赖 因为我们过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啊 很多人呢 他关注的是 比如说 事业的成功 地位 很多时候都是在追求一种外在的成就 而忽略的 这个 人至生的问题 人至生的问题 我们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以为 我们事业的成功就是人生的成功 一个人拥有地位 地位的成功 就是做人的成功 那忽略的 这个 人至生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呢 所有的人 不管是什么人 中国人外国人 还是这个有钱人没钱人 还是有地位没地位 所以 所有的人 其实都是人 都是人 那就意味着 都有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要不解决的话 那 你即便在社会上 地位再高 事业再成功 钱再多 你一样还是活得不幸福 事实证明 我们看到有钱的 有权的 是吧 这个社会 这个什么几十亿呀 几百亿呀 这个几千亿呀 这些人也不少啊 他们是不是就过来幸福了呢 其实 未必 所以幸福它不只是一个 外在的 同时呢 更重要的是内在的 内在的美好 其实这个才是一个 更重要的因素 所以 这个经历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啊 我们可能每个人可能要开始重新的思考 这个思考呢 这个 我最近也给大家提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这个 这个人类的 人类的独特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 我们的独特的价值是什么 比如说人跟机器人相比 我们很多工作 我们很多工作可以被机器人替代 但是人存在它的独特的价值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仅仅会做一些 干一些事 做一些普通的工作 可能 可能 可能你会发现你活着的 是没有价值的 现在这个社会啊 这个 无意义感 其实也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 因为这种意义呢 它是要来自于文化的传承 是要来自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代的儒家 有三不朽的人生 要立德 立功 立言 要道德的成就 要立功 立言 就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 从自身的这个 这个道德的成就 到对社会的贡献 从佛法的角度来说 那也是一样啊 它也会给予我们一个意义 生命的意义 是在一起 开启我们内在的结性 从迷惑走向结醒 到帮助更多的人 从迷惑走向结醒 那你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意义 你的意义如果建立在这上面 那你还会不会失业啊 你就不会失业了 你这个世界 哪怕这个世界没有掉 你也不会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现在的人啊 我们的价值太现实的 太功利的 我们都是建立在眼前的 这个短暂的 这个 这些事业的基础上 比如财富啊 地位啊 以及我们对一个环境的拥有啊 等等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变化无常的 但这些变化 我们过去可能觉得这个世界 感觉这个叫什么 岁月静好 一个人在一个山村里面住了几十年 重生到死 你感觉好像那个世界是静止的 是吧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啊 真是瞬息万变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种意义 和价值建立在外带的世界啊 势必呢 随着这种世界的变化 我们就会找不到意义 找不到价值 所以 这个我刚才讲的 第一个是独特的价值 第二个其实就是意义的问题 意义的思考 这种意义的思考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东方智慧的传承 东方文化 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 如实道文化的传承 其实我们是找不到这种生命的意义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现在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安顿身心 这个 这个是个大问题啊 现在人都是身心不安 身心焦躁 怎么安心 那 我们的心 普通人的心 都不断的在向外追逐 但是在追逐的过程中呢 外在的世界是瞬息万变啊 所以我们每天就很容易焦虑 我们需要去寻找一个 能够真正让我们安心的地方 这个安心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其实 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内在都有深层的稳定 就像那个大海 波涛汹涌 这个波涛汹涌在深海的底下呢 这个水是安静的 你看就像这个西空 这个 这种雷鸣闪遍 乌云滚滚 但是呢 西空是稳定的 是安静的 西空的本身 是鲁鲁不动的 那这就意味着 我们到底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层面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呢它是有不同的层次 生命是有它的有限性和无限性 生命是有它的 现实的价值和终极的价值 现实的意义和终极的意义 所以这个安心 我们究竟要向何处安心 我们这两天 刚刚做了一个终极茶客的培训 这个终极茶客的培训 这个我还给他们写的一幅 安心茶室 这个 就是我们可以在有条件可以在自己家里 可以做这个安心茶室 这个编上写的 将心来以鲁安 怎么安心 这个这个广告很高大上 将心来以鲁安 那哪里安心啊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 这个茶 通过喝茶 安全的通过喝茶还不行啊 还要以茶 以茶来承载着茶的智慧 当我们带着一份茶心 去喝茶的时候 那这个喝茶 就会成为 非常好的安心 所以 我是觉得这个世界的发展啊 我看到了东方的智慧 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卢士道文化 在今天这个世界发展中的价值 我刚才讲的 三大问题 要解决这个三大问题 第一个是 这个 人的独特的价值在哪里 第二个 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第三个 如何安顿身心 这个 这个 我在这个 2018年 跟这个 哲学家周国平老师 我们就有一个对话 叫 人工智能时代 人类 人类何弃何穷 这个书正好最近刚刚出版了 广告一下 正好这本书的第一篇 就是人工智能时代 人类何弃何穷 所以我相信未来的这个世界啊 它会是一个东方 东方智慧的一个时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东方的智慧 需要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那就是儒实道 你看 这个 这个道家的修身 这一套也是很厉害的 因为他们要追求长生不老 那长生不老的话呢 你就要怎么把身体修炼好 这个 像过去有很多这些著名的 这个 这个道士 他都是 都是很有名的医生 像什么 陶红锦啊 孙思苗啊 像这个 儒教的文化 儒教的文化 这个 儒教是学习修身做能 就要是做能 前几年有一次这个世界哲学大会 就是 学以成能 学习怎么做能 怎么处理好家庭关系 儒教讲的五轮 精诚 父子 兄弟姐妹朋友 我们讲上神经讲的六轮 其实人在这个世界能以能 一个人怎么做能 一个人怎么跟别人相处 这是要有规则的 儒教的文化 就是给我们建立了这样一种规则 像这个 我觉得像大学 讲到了这个修身 齐家 治国平天下 修身以正心成意 格物自知 这个 其实这里面有止观的功夫 有禅定的功夫 然后再到这个 修身 这个就是修身 以修身为本 以修身为本呢 它会有两个面下 一个面下呢就是你怎么做人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甚至成贤成圣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就是如何去做一个 真正能够 利益社会 照顾社会的人 所以这个两点啊 其实特别好了 这个两点其实恰恰就是我们佛法要做的 也是这两点 一个是你通过自觉结他嘛 自觉就是我们要通过修行 戒定会的修行 去开启我们内在的觉性 然后呢 发菩提心 如何去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完成我们的这种慈悲的成就 当然在卢氏道的文化里边呢 这个 单纯的儒家文化 确实会显得简单一点 单纯讲做人 这个做人呢 他缺少一种心性的智慧 如果没有心性的智慧 没有引起因果的智慧 这个 这个道德是没有力量的 很多时候我们讲道德 很多人觉得道德是一种社会的需要 不是我个人的需要 所以他就不会 他就不会把道德当做一回事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在前面出了一本书 要如何让生命更美好 其中呢 就关于我跟耶路书院院长 朱汉明先生的对话 如何利心利命 其实在这个讲道之前 我也没有去研究 这个利心利命到底是干什么呢 但我要跟他对话 我必须要了解一下 我赶快了解一下 这个 然后我要找到一个佛教跟儒家的 他的这个联合的点到底在哪里 他的不同的点到底在哪里 他的联合的点 所以我马上就发现了 这个 这个儒家的文化和中国的佛教 佛法的他的共同的地方 其实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 就是 就是这种使命 这种人生的目标 他是相同的 儒家的文化 他要成为一个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要成行成圣 这是从个人自利的角度来说 那么从利他的角度来说 那就是要去 其家治国平天下 就像 你看这个张仔的四季画 很有名的 为天地利心 为生明利命 为往生祭节学 为万世开太平 很厉害吧 是不是念了一下子 这个血往上冲呢 你感觉念的浑身很有力气 这是多大的气魄 是吧 这是多大的艳力 为天地利心 为生明利命 我们想想佛法里面讲的四孔四孕 是不是我们每一次念四孔四孕的时候 也很有力量啊 当然宋明里学的很多思想也是受到佛教的影响 所以这是共同的地方 这个 儒家讲的内圣外王 其实这就是一个 一方面要做圣贤 一方面要做菩萨 一方面要自觉 一方面要觉他 但是这种思想呢 如果没有佛教的思想 在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 这个 我就发现了什么问题呢 这个 比如说利心跟利命到底有什么关系 利心跟利命的关系是要有缘起因果来支持的 如果没有缘起因果来支持 这个利息跟利命怎么建立起来 怎么建立连结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他的心态很好 可是 这个 他 他过了并不顺利 为什么过了不顺 因为如果没有上次因果 这个道理是说不清楚的 很多人喜欢这个王阳明 这个王阳明现在在社会上很流行 其实王阳明的这一套心性理论 他完全来自于佛法 隆藏悟道 但他反过来呢 因为他不了解佛教 他对这个 他对佛教的了解是 常的这一块有一些题物 但事实上对菩提心教法 他是不了解的 所以他就会觉得 这个佛法是消极的 所以我发现有什么问题呢 很多人在学王阳明 那要学王阳明 王阳明确实是 他要求我们从生活中开始 把这种 这个自良之 格物自知 能够把它用到这个生活中去 去修身 去其家 去治国 但是呢我发现呢 比如说王阳明是龙藏悟道 可是学王阳明的人 有没有第二个人悟道 有没有啊 没有第二个人 学王阳明开悟的 是吧 所以他在佛教里面呢 他是断瞻其意的 我们佛教里面讲 开悟这些案例比比皆是 因为开悟是有一套理论系统 是一套理论系统 是一套修行的方法 它不是说那么简单 那 其实呢 这个我要说的是一个什么道理呢 其实这个佛教的文化和这个 这个儒家的文化 传统文化 它是也是水鲁交织 也是水鲁交织 儒家文化呢 有儒家文化的残处 道家文化有道家文化的残处 但是佛法的这种智慧 这种高度 这个 这个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 它是没有了 那 我们今天 身处在这个世界 不管是修身 还是儒家的做人 还是佛法的心性之邪 我想呢 今天这个世界特别重要 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 要不很多人身体不好 人际关系混乱 做人 因为我们的教育里面也不太重视做人 到这个心性修养 那么这些方面都普遍比较缺乏 所以现在才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各种各样的精神病 所以我是觉得呢 今天这个时代呀 传承我们东方的智慧 其实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我们需要呢 像我们现在出的这些书 智慧人生这个系列的书 因为我这个几十年一直也都是在关心 如何呢 其实是 是我们东方的智慧 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服务社会 去服务每个人 包括我们颤导的这些 进行慢生活 比如说茶道啊 这个 茶茶 这个养生暗导 还有这些 断舌梨 包括我们现在有素食 这些项目 也包括读书会 当然读书会呢 也不仅仅极限于读 这个我的书籍 还可以读 比如说像大学啊 中庸啊 轮椅啊 也挺好的 我们说找一些同学啊 这个一起来 可以 这个 这个来 这个编辑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教材 然后呢 我们中国文化就是以修身齐家 一个是修身 个人 我们这个社会啊 这个一个国家的强盛 其实在于民众的素质 就是每一个人 我们能够健康 有一个健康的人格 健全的心态 我想呢 这个是中国社会的希望 而这种希望来自于哪里呢 其实是要来自于文化的传承 我们想一想 就像我做过一个讲座叫这个觉醒的艺术 其中我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产品是怎么形成的 你希望是一个普通的产品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艺术品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世界上 我们打造一个很普通的产品 我们都要 我们都要精品设计 而我们作为人格作为生命品质 就是这么高端的东西 在我们过去没有学佛法之前 你们有没有关注过 这个生命产品是怎么回事 应该怎么去打造一个更好的生命产品 有没有啊 没有吧 我看可能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 大家都在关心外在的产品 从来没有人关心内在的产品 你看卢家讲的 我们要做一个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人以理智性 温凉公减烂 真正能够做到一个这样的人就很美好啊 那就是很美好啊 人以理智性 温凉公减烂 那要做成这样一个人 那其实就是我们过去中国文化的教育就是做人 要就是整个四十五经的教育 就是从做人到做事 当然光是儒教的文化是不够的 他还需要有佛法的智慧 你看我们看到 这个过去的这些文人斯大夫 这个什么苏东坡啊 王维啊 白记忆啊 这些文安石啊 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他们既介绍了儒家的做人 路士的思想 也有介绍了佛法的智慧 所以你看苏东坡的能格 在中国的文人里面 苏东坡可能是最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人 他能够有这样一种 一方面呢 他有一份这种 这个忧国忧民 然后呢 他又理理少到挫折 他在挫折的状态下 在任何时候他都能自得其乐 保有一份出世的超难 在这个出世和入世之间 他处理的特别好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有佛法的智慧 所以有人说 如果没有佛法的智慧 中国人会过得很苦的 因为我们的我们的儒家的文化 他就是路士 没有出世 当你路士路得太深 对现实的功名利路 看得太重的时候 其实是很痛苦的 就会你 你就没有能力去面对挫败 这个观察的诗意 所以 所以我们今天 最近习主席好像也有一个重要的 这个 这个讲话 这个关于弘扬福星 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个讲话 好像最近有了 发给我 有个刚明 也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讲话呢 主要就是要 通过传承传统文化 来建设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 这些都是特别重要 所以就社会的发展 其实政府也是越来越意识到 所以作为中国人来说 它不只是一个 一个皮肤眼睛血统 其实文化的血统 它是更重要的一部分 文化的血统 这个文化的血统 其实就是路士道文化 那家庭呢 在中国的社会来说 为什么把它列为 这个几个科目里边的其中一个 其家 就是我们要在家里边 我们去打造一个和谐的家庭 你看过去呢 这个一个家庭啊 可以四代同堂 五代同堂 现在两个人都搞不到一起去 是不是啊 以前这个家庭都有气势啊 真的就像一个社会一样 一个大社会一样 现在的家庭呢 你看 这个孩子问题 这个夫妻问题 很多夫妻啊 这个各种矛盾啊 出轨啊 离婚啊 像这个父母 啊 年纪大 年纪大 年纪大的人怎么去过 怎么能安度晚年 最后死的 怎么走好人成的最后一战 我们的教育 通通都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就像一个国家 它要有文化 它要有精神 中国的精神是什么 很多说我也在问这个问题 我说中国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回答不出来 其实中国的精神它一定离不开 中国人的 中国的精神 也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精神追求是什么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什么 其实它一定离不开 如是道文化 然后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 一个家庭要有文化 没有文化呢 每个人都是很我直的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感觉里 所以家庭就没有交流 两个人虽然同坐在一个桌子上 其实天隔一方 你活在你的扫地里 我活在我的扫地里 所以我最近我在倡导 我们家里有条件 应该要有个安心茶室 可大可小 就像过去呢 这个有的学佛的人 家里有个佛堂 但佛堂的太信仰性了 宗教味道太浓 我们可以做一个茶室 就是你的家庭为什么修行不容易 原因就是因为家里太乱 所以家里也要有 一块静心的地方 你每天有一些时间 你可以坐在那里读读书 然后呢 定期来也可以把自己的 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 同学同事 把他们找来一起喝杯茶 读读书 哎 这个交流交流健康养生 打开把握紧 这个大家一起来 谢谢 谢谢 这个太极纯 还有我们的 我们倡导的那个正面球 我都忘了 这个其实可以倡导 可以推广这个正面球也不错了 这个 以前我推广过 后来因为 这个推广的项目太多了 就把它忘了 然后就可以在一起呢 比如说 这个我们最近素食专项啊 也在这个探讨这个家庭素食啊 你们可以呢 比如说每个礼拜 把亲戚朋友叫来 啊 上我家去吃一顿素菜 很多人肯定很高兴的 然后吃完素菜呢 在一起读读书 这个家里的氛围就出来了 哎 你的这些亲戚朋友啊 就开始走动了 要不呢就没有连结 我是觉得我们要通过 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 去建立一个一个 以家为中心的这样一个 生态环境圈 家庭就是社会的分子 一个基本分子 当然企业也需要有文化啊 我们企业也可以做安心茶室啊 都市也可以做都市安心茶室 家庭可以做家庭的安心茶室 企业可以做企业的安心茶室 一些员工 你说一个企业 这个企业要是没有文化的话呢 这个企业它就是一个利益 就是疫情 都是奔着利益系在一起的 但是如果我们有个安心茶室 定期的 大家找来喝喝茶 当然还可以做正念 正念禅修 这个现在这个正念禅修 也是昏迷全世界啊 我们国内很多大学北大啊 北师大啊 因为我在前几年在西恩寺呢 我们就每每每过两年 我们就会做一个论坛 叫这个这个佛教以心理治疗论坛 请来的都是各个大学的一些 一些心理学的专家 我们讨论 比如说正念啊 死亡焦虑啊 各种各样的 用这种正念 用佛法的智慧 用传统的文化 如何去解决 当代人的各种心理问题 所以这个这个如何让这个文化真正传统的文化 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每个人呢 都应该以传承这个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极了 我们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 我们去营造一个氛围 当我们有了一个氛围之后呢 我们自己就能得到成长 其实最后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啊 还是你自己 你去建立一个供业系统 你去建立一个供业系统 你这一生你这么做了 那你来生 你所生在的地方 这个氛围环境也会特别好 所以我们要去 在这个 在这个传承传播文化的过程中 我们自己就能得到提升 否则的话呢 这个我们也在提升 那就是贪嗔痴得到提升 这个就在混乱中 戳脱脱碎叶 所以我也是感觉 这个 这个无偿幸福啊 这个时不我待 这个世界呢 真是 现在这个世界 也是越来越不确定 越来越脆弱 我们这个 学会修行 我们还是要从每一个当下做起 从身边做起 我们要服务好身边的人 所有的跟我们有缘的人 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有缘的人 当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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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的人是最难搞的 为什么是最难搞的呢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 这个 就是因为我们在家庭 家庭就是最换松的地方 最容易换义的地方 最容易换中自己的串起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家里是最容易 暴露自己的言行 是不是啊 那我们走出去 去做什么读书会啊 传灯啊 在各种场合啊 我们会以一个菩萨的样子出现 但是一回到家就很容易言行毕露 所以你为什么不容易改变家里呢 原因是因为你在家里 最不容易做好的地方 所以你不要去找别人的原因 反正要找自己的原因 你要学会从每一个当下 就像我们现在颤导的两张表格 知道两张表格外用哪些人知道啊 嗯 知道了也不是很多哈 也不少哈 一张是正面日记 一张是历他周记 这个你们看到那个正面中的吗 这个正面中有两句非常经典的话 哎 是一个很有名的法师写的 你们知道这两句话是什么话吗 啊 正面是人生 最好的依托 最好的依托 慈悲是人类最佳的伙伴 嗯 正面是人类最好的依托 什么是你最好的依赖 啊 什么是你最好的依赖 从正面到 觉醒 这个才是一个中底的依赖 所以这种可以依赖的 赖以依赖生存呢 是什么 是来自于你生命的内在 所以学佛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要 不是说我求了菩萨保佑之后 什么都顺利了 学佛最重要的能力就是面对各种变化的能力 在任何变化中 哎 你都能够 揉揉不动 你不受影响 所有呢 外在的环境 我们过去啊 哇 你们在修学啊 很多人在支持你们啊 很多人在服务你们啊 哇 很幸福啊 这都也是靠不住了 所以这个三级修学的解散 也是菩萨对你们的一次检验 看看你们是 你们的修行 是因为你喜欢这个环境 喜欢这些外在的条件 才学得热火朝天呢 还是说你内在的 在修学的过程中 你真的变强大起来的 哎 真的变强大起来的 任何变化 其实不影响 因为我们的学习的方法都在那里 学习 本来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我们 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不是接班来的 啊 说不定可能是接班来的 但即便是接班来的 你也是不知道的 离开世界的时候 有没有接班走啊 也没有 都是一个人 你每天面对烦恼的时候 啊 能不能找别人 师兄啊什么 给我替代一下啊 啊 你吃饭别人能替代你吗 上厕所可以吗 都是不可以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干 这个就像喝这个茶 也是要我自己喝 你们帮我喝一下 哈哈哈 所以修行 是要靠自己 外在的环境 是注意啊 我们 只要在这个一法一规的前提下 当然修学就是你们自己的事咯 是吧 是我的事吗 不是我的事 是 是你们自己的事 我这个作为一个法师 啊 我的这个责任呢 这个 就是如何更好的去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 优秀文化 如何呢 为这个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 这个 这个学习佛法的方式 希望更多的人 你看我在这个过去几十年呢 这个红华的过程中 啊 举办各种讲座 其实我做的最重要做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用佛法的智慧解决当代社会 的各种问题 我这个 我理了一下 我关注的问题 大概有 十几二十几个方面 你看从教育啊 心理啊 艺术啊 设计啊 道德啊 信仰啊 世界啊 然后一直到 甚至公共卫生 什么都关心 那么这样的一个智慧 我觉得在这个当代 是有它独特的价值 因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佛法的视角 这个视角 它是有高度的 不管是对我们今天 中国的世界 中国 还是世界 对所有的人类 我们当代面临着各种问题 从东方的智慧的角度 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啊 你们每个人 你们很多人 这个 都读过这些书 这个 那我问问你们 比如说你们没有学习佛法之前 你们有没有用过这样的一些视角来看问题啊 我们一般的人是考虑不到这些问题的 是吧 我们每天就是这个工作啊 赚钱啊 家庭啊 油盐酱醋啊 这些谈业务啊 什么爱恨情潮啊 等等 我们偶尔可能也会散过一些 哎呀每天麻烂麻烂 到底为了什么啊 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啊 可能有可能有的人 有一些会更的呢 偶尔也会冒出一些这些念头 但是不敢去想 很快就 很快就继续 继续去忙了 嗯 所以我们提供的 你看这些内容 目前 已经陆续的把它编成《智慧人生》系列重书 我们现在已经出到 第六本了好像 那整个一共有十本 还有四本啊 告诉你们 那么我想呢 这是我对这个世界 应该说也是这个佛法的智慧吧 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贡献吧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修学引导 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人学佛出家 乃至在家基士 这个学佛几十年啊 懵懵懂懂 不得要领 所以我也希望呢 能够帮助大家 如何快速的能够掌握这个菩提道的要领 这个修行啊 怎么走在这个菩提道路上 修行的观念 到底修什么 所以我们不管是这个 道场建设 修学的系统建设 包括我们做的这个 这个菩提导航啊 生命海洋啊 其实都是让大家这个修行啊 如何能够做到那这个修行 不再困难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 生命就像一个产品 它有不同的元素 我可以去选择它 我可以主动的来选择自己 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命 我是可以自己来组合的 这其实是一个蛮神奇的事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呢 每个人 你们说有没有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变得更美好 有没有啊 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钱多一点 地位高一点 穿几件漂亮的衣服 然后再进一步呢 就是把自己多打扮打扮 涂脂抹粉 再进一步不行的话呢 还有什么整形啊 这个 把这个鼻子搞得高一点 把这个腿搞得长一点 搞得浑身的细胞都不得安宁 所以这个很可怜啊 我们中国人追求的是什么呢 这个都是受到 这个美帝国主义的影响啊 这种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影响啊 追求的都是一些虎朽的外在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追求的是要 要做一个用美德的人 所以中国古代讲的美人不是指的是理性 而是讲的是有美德的人 要做一个有美德的人 要做一个有美德的人 这个有美德的人才是真正的美 那些外在的美啊 这个一个人 长得是漂亮一点 但是如果性格也不好 脾气也不好 心态也不好 哎 可能三天就过不下去了 是不是啊 所以内在的美 才是具有永恒的魅力 可是呢 对普天之下的淫淫众生来说 如果没有人生的大智慧 他又怎么让自己变得美好呢 他能做的其实只是一个外在的东西 我发现我们很多信徒 这个 这个 你们在没有学国之前啊 肯定也是像社会的大众 营营众生一样 穿得很摩登啊 这个 可能打扮了花枝招展啊 还是怎么样 还提着各种什么这个包那个包呢 可是呢 学了之后好像对这些都不感兴趣的是吧 我看到我们穿的大家都一样啊 还是因为你们到寺庙里面才这么穿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他变朴素了 他不再追求这种外在的东西了 所以呢 这个开销也少了 所以为什么没有工作动力 因为省钱就是赚钱 你也不需要那么多钱啊 所以你就会把时间用于利他 用于自己学习 一个是自己成长 一个更好的去利他 你不需要赚那么多钱 你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是吧 这个 这个这个禅书库 还有什么文化山 还有什么这个自在山 是吧 这个什么一两百块钱就高了 而且道场还有结阳呢 所以生活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 我们中国人讲的这种西福 这个西福其实很有声音 我们过去觉得西福是一种落后 其实你现在发现西福才是真正先进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福报 这个福报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过去在讲环保思想的时候 财富是你的 是你个人所有 没错 但是地球的资源是人类共有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浪费其实也是一种罪恶 因为你浪费人类的资源 可是这个美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的思想啊 他就是不断的去鼓动人类的消费 哎 你的商家他就是鼓动 受到这样一个商业烂潮的影响 资本主义的影响 他就在不断的去鼓动人的消费 鼓动人的意外 这个 你看很多商家 每年都要做几亿件衣服 今年卖3亿 明年卖6亿 后年卖12亿件 哎 其实 人需要不需要那么多衣服啊 人需要不需要那么多鞋子 很多人 哇 鞋子堆了很多 就不断的买 我们总是去追求没有了 而忽略了已有了 最后呢 所以就要倡导断舍离了 所以要断舍离 要过一种简单简朴的生活 我们要去追求一种 我前两天跟他们讲呢 我说 我们要追求 现在来追求的生活是什么生活 是没有精神内含的物质生活 那我们要追求一种什么生活 要富有精神内含的物质生活 有品质的生活 那么这个呢 就是要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活 我们要用这个 常的智慧 这种进行慢生活的方式 去服务 身边的人 让自己的生活能健康起来 让自己的正念 每天都在增长 你现在比如说 我们现在觉得坐在那里 哎呀觉得残羞不容易啊 腿也痛啊 这个这个嗓啊 妄想也多啊 然后呢 分成啊 但事实上呢 我们现在这个禅修 倡导的这个正念 其实它的用心很简单 每个人都可以入手 但同时它又是很直接 既简单又直接 所以我们只要通过不断的信念 你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心 重重重浑浊 慢慢的越来越清明了 嗯 没有力量 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有力量了 你的散望 慢慢的它就没有力量了 心就会始终在一种清明的状态 这个清明呢 没有造作的心 是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的 它离我们并不远 所以我们一方面呢 我们先要通过这个修学 为我们的内心 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这些归啊 菩提心啊 利他心啊 正见啊 这些基础也很重要 但是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两个点 一个是正念 一个是正念 一个是利他 这个是修行最核心的两个关键点 三级正念 三级利他 所以这个 一方面从个人修学来说 这个修学钢领呢使用很重要 修学钢领呢使用很重要 两张表格呢使用很重要 我们只要有这样的一个秘密武器 所以我们无论在 在什么地方 有同学没同学 有同修没同修 其实都是能学习 都是能学习 当然我们有个伙伴 我们这个有个氛围 可能就会更有力量 更有力量 我们修学 就是一个是修学模式 一个是服务大众模式 服务大众模式呢 就是可以立足于自己的家庭 其实服务好身边的每一个人 但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一法一规 要爱国 要遵纪少法 这个都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当然作为每一个公民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信仰的自由 也有选择不信仰的自由 当然我们愿意 我们每一个人 希望自己是一盏灯 我们去点亮更多的人 的新灯 因为每个人的内在都有一盏 结醒的新灯 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 希望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光明 希望有更多的爱 有更多的结醒 那因为这个世界 今天这个世界呢 它是一个纯齿相依的世界 就像这个习主旗讲的 命运共同体 我们都被绑在一起了 都是在那个很小的那个球的上面 你们有没有看过 那个一些天文的照片 那个从多少亿光年拍过来的 那地球简直小了就是 不能再小了 我们就在那上面 每天以每秒钟几百公里的速度 奔向宇宙的无尽 这个深处 不知道奔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好像觉得 哇好像都没有动啊 可见我们有多么迟钝 不过还好迟钝 你要每天都感觉着快速的在奔 就觉得活不下去了 你看今天很高兴 跟你们讲了这么长时间了 所以讲了一堂课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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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